臺灣人工相識的技術 在世界是很出名 不過中國國有報告件事 以後人工相識法修正策案 效用於對上 扣代到當成的配偶 要不結婚的路程 還有代理因母這三大族群 是引起賣賞的議論 有民間團體認為 如果這樣會影響到自動的環境 不過也有賣賞的是贊成的 認為這樣可以改革臺灣 糟糕化的國安危機 我真的也沒有想到說 一次就成功了 那所以我真的覺得說 這過程雖然辛苦 但是很值得 我年紀也蠻大 我覺得這樣可以鼓勵到 鼓勵到其他的夫婦 可以不要放棄 臺灣的人工相識技術一直進步 七公英里成功率有四季 世界白名只輸美國 近年新舊一家 為好報告件事 國會中心有過 人工相識法修正策案 當成盤路跟端心者 人工相識合法 另外有條件開放代理文廟 白信仲管委醫師 你沒有想表示支持 任何董婦都應合法 應該也使用人工相識 那少主要是一個國安問題 那國安問題的話 當然政府很多的補助 要來進來 因為必須要用到第三者的精英或卵 甚至是子宮 這個牽涉到更多 更如就是四方 對兒童沒有照顧到兒童的利益 國民間團體人員這樣做 為何論理 國會在此外意見不一樣 為何部長 副臺灣說 政府當時 孩子是正義隊 繼續收集國會的意見 要有合乎法律倫理 的經驗之下 我們是開放 非常開放 因為我們是醫生 我們是永遠 是學醫 就是希望 民眾有需要 加持有期待的事情 我們就來做 副臺灣 親情說 任何信息 感謝論理跟社會共同的角度 為何部立場 是要對倫理的經濟中 切出負荷民都和國際主流 除了有夠期到七月十三 希望切入共識 任內送立行政議 記者綜合報道